有人说刘贝的墓不在成都 而在良平这座山的秘里深处 这里整面200多座十颗浮雕 为什么都没有脸 又是谁住在这三居室的严冻屋里 到底有什么故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银银掌 我们现在是在良平的一座古寨上面 大家知道良平这个地方有200多座寨子 但这座寨子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 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居然还有一座汉代的黄坟 听说还是蜀汉开国皇帝刘贝勒墓 我们知道刘贝勒墓不是在成都的南郊惠林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又有一座刘贝勒墓呢 到底是真是假 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去往这个地方走的都是这种石板路 上面现在很多青台走起来好滑 不过这条路真的好漂亮 非常的幽静 前面有一座气派的寨门 这里就是平安门 七斗寨一共有72座门 但是现在仅存的就是这个平安门 七斗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直到现在1800多年了嘛 主汉的名将赵云当时就在良平这地方屯兵 然后七斗寨呢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屯兵点了 为啥叫七斗寨是因为有七座山空相邻 从天府看的时候就犹如七星百镇 这里是良平217座寨宝中见期最早的 而且面积也是非常大超过了2000亩啊 而且在这个地方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抗日时期 国民政府的一架飞机飞过七斗寨的时候 结果不幸撞在山顶 当时是一架运钞机啊 面装了三亿两千万左右的纸币 结果就全部洒落在七斗寨的这个寨子里面 就当时村民们就看了天上撒钱了 怎么能不捡呢 以为可以发一笔大财 结果没过多久收财队又过来了 又把这些钱全部都给搜刮回去了 这个寨门真的感觉像长城一样啊 好厚啊 而且全部都是非常规则的调食修筑的 在这个寨门两边的墙壁上都有很多这样的洞 应该就是之前放置寨门的时候堵门的木头吧 在平安门的左边有一片密布的竹林 我们要找的黄坟就在这里 在前面标注了石屋磨牙石刻 那个石头怎么感觉像是螺丝 它长得就很像这个竹笋 这儿吗 这已经空了呀 中间就是埋葬棺材的地方 再下去找一下 这个路实实在是太滑了 哇 这个地方 这个有点气派呀 这也太大了吧 你看上面还雕刻龙 还有凤 五条腿的龙 早就被盗绝了 侧面有一块都已经垮塌了 有四门五室 估计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放棺材的地方 旁边这些孔里面就是放陪葬品的地方 这些雕刻的工艺还是很不错啊 这纹路到现在还依然很清晰 之前都是上面掉来的吧 你看这 第一视角带大家感受一下 中间这里是一个贯通的四个测室 所有的墓门全部都不在了 只剩下这一座空坟了 为什么说它是一座黄坟呢 主要是我们看到这一座墓上面啊 它今天雕刻的是龙的图案 而且是一条五条腿的龙 能够在墓室上面雕刻龙的话 也只有是皇帝皇家的人才会来雕刻龙嘛 民间的百姓一般是不会雕刻龙的 但是呢 说这个龙在旁边还雕了一座凤凰 然后又有人猜测 其实这个地方呢 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为什么会说这个地方是刘备的墓呢 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猜测 大家知道刘备是在凤杰白地城那个地方去世 刘备脱沽 这个地方呢 距离蜀汉的都城成都是有600多公里 但是距离现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只有200多公里 如果直接把刘备的遗体运往成都的话 按照之前的那个技术 估计运回去早就腐难了 这个地方距离比较近 可能这一座墓是当时刘备的出葬墓 就暂时放在这个地方的 现在这座墓被解释说是刘备的墓 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古代有皇帝在这一代活动呢 也就是刘备了 再加上当地百姓比较崇拜三国时期的 刘备 关羽 张飞 朱格亮 也有可能是当地人修建的一座纪念刘备的空墓 不过看到墓延上浓缝成祥的雕刻 再加上这座黄墓背后还有一座规模稍大的空墓 也有可能是夫妻合葬墓 还有人猜测在奎州有当了几百年土皇帝的染氏家族 或许这座空墓也是某位吐司的 但这座墓已经被盗绝了 墓主人到底是谁 小伯们 你们觉得这是刘备的墓吗 而且说黄墓沿着竹林网上 还有很多陪葬设施 在这个黄墓的上面 好多这样的巨大的石 盐呐 在这个地方还有牙居 这里面还有个木盘 还有个水缸 这应该是之前的厨房吧 这是直接在这个牙洞底下七个房子 下面的结果是石块 上面这个是土砖 里面还有 哇 机栽里面好凉快啊 这里面还这么深啊 我打的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一间房 两间房 三间 四间 还是一个四居室 哇 这个地方更宽敞 之前这个地方也是通了电的 之前这里肯定是有人数的 这是卧室 这床 这侧面应该之前也有 只不过现在已经垮了 上面还是比较危险 全部都垮了 岩石为顶 砖石器墙 石墨石缸子 是谁住在这里呢 这里是曾经的守墓人吗 除此之外 在岩洞房子的旁边 还有一座古庙 这个地方就是 岩尔寺啊 这应该是凡修谷 里面是新的顶 包子侧面这么多啊 哇 但是很多都已经把头给凿毁了 中间的这个符 它的头好像都是重新放上去的 都是被之前应该统一凿毁的 但是看到这个真的非常的震撼 这上面还有 这雕刻的真完美 而且还上了颜色的 正中间这个菩萨 有一本佛经啊 这好大呀 其实看到后面这一面的 木牙石刻还是挺震撼的 不过还是挺遗憾的 这些佛像基本上都 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特别是佛头 基本上都没有了 这个地方的石刻 大概是开凿在明代 有200尊左右的石刻造像 在之前这些石刻 上面应该也是彩色的吧 不过现在已经被封化了 只看到在顶上这里 还有少许的彩色 这应该之前也是放佛像的 这下面都是一些孔 之前应该就是庙垮塌了 这个顶是新修的 估计是用于文物保护 估计这个地方的摩押提克 是配套给黄坟修建的一些设施吧 其实之前刘备在去世的时候 一共修建了108座坟墓 就是担心真不被盗绝 所以修建了这么多 七斗寨经过1800多年的历史 虽然大部分的建筑都已经破坏 但在之后又有很多新的寨子修建起来 比如在这里不远处的杨家寨 这里也是属于七斗寨的范畴 这座寨子的历史不长 是在清朝后期 一个卖酒的大地主杨海城 为了躲避土匪 自己出钱修建了一座寨 距今200多年 杨家寨的位置确实不错呀 在一座突兀的小山峰上 四周臂力千人 通往寨子就只有一条宅者的石阶梯 真的有异负当关万富莫开的地理优势 现在城墙和寨门都保存的还不错 在里面还修建了一座仿古的亭子 亭内放着一口大鼓 如今被当地人开垦出来种上了果树 在里面还养着鸭子这些牲畜 大门也是紧锁的 如果要到里面去 应该还需要得到现在主人的允许吧 感谢这小伙伴也可以到此一游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希望大家分享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关注转发评论订阅哦